大家好,歡迎收看4月18日星期二的104財經科專題研習 有Aster陳宇提,先和大家看看視頻 看到內地首季的GDP增長是勝過預期的 但廣估年升三日後,今天升勢斷纜 恒指低開低走,早上低開139點 之後曾將跌幅收窄到40點 但之後看到跌幅又再加劇,跌過最多223點 尾段回換,恒指收報20650點,跌了131點,跌了0.6 而國指方面,全日都在7000點關口附近上下拉鋸 收報702點,跌了53點,跌了百分之0.75 看來科指收報4202點,跌了51點,跌了百分之1.2 大算成功今天分辨1097億元 看到科技股份今天表現偏向弱勢 而內險因為有個別的險期公佈了業績 拉升整個板法,今天可以說是二軍突起了 國壽推升百分之2.8,表現最佳的籃籌股份 另外亦看到體育用品股份明顯的走藥 其中安踏,折讓百分之8.8倍股 股價急坐百分之7.4,要在籃籌之中佔底 接下來就會進入到專題演習的部份 今天專題演習又剩下我一個 所以我就選一選場,用個Let's start來 今天想說一下吉利或者用上海車展來做一個introduction 其實第20屆上海車展已經開到 全名是第20屆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覽 今天開幕,一直開到27號 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舉行 其實這次的盛會,前幾天也有說過 算是大家都很注意或者很注目的 因為這是後疫情時期 之前幾年可能有一些新技術申請 因為疫情的關係,遲換了去上市 現在可以在這次節點和大家見面 所以預計人流量都會達到100萬人次 高峰期預計是今天有十日六,即是22號 預計單日的人流都可以達到175,000人次 今屆上海車展是以擁抱汽車產業新時代做主題 其實吸引超過1000家的企業去參展 不只是內地的企業 全球不同的汽車廂都會參展 包括一些可能以傳統車為主 以及以新能源車為主的公司 當然還有一些傳統車進軍到新能源車的公司 展出的總面積是超過36萬平方米 就給各位大家看新的車型了 另外各大車企和相關的參展企業 會在其中搞很多不同的發佈會 只是車展的頭兩天合共會搞差不多150場的發佈會 雖然是這樣 但是又沒有說見到車展一開幕 那些汽車股份又有爆升一霧 我們看回吉利的話 我現在看看股價 先查一查 吉利的話 其實今天是收跌1.3%的 如果看看長期 跌0.8%的 雖然是有創過一個月的位置 但最後也會調 廣氣有跌0.7%左右 比阿迪就跌1%的 如果看看新能源車股為主 理想汽車有跌1.2% 小鵬在車展之前升得很好 即是有種提早升的感覺 那今天的話 其實都會調跌0.8% 其實看到今天的車展開幕 反而就好像一些好消息之前 已經預先去升完了 這樣的感覺 我們又看一看吉利 吉利那邊的業績的展望 或者業務的展望 其實吉利過去兩個月 那個股價走勢都非常之麻煩 合共回調了1.4% 這個大行就認為 其實一個1.4%的回調幅度 已經反映了很多 咳咳 不好意思 反映了很多離淡的因素 包括大家最擔心 行業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價格戰 還有第一季的需求 疲約的問題 這些問題相信已經在 在這1.4%的過去兩個月的跌幅裡面反映了 也都期望現在公司積極去庫存 加上第二季有很多申請的推出 可以幫到的情況改善 與其行業定價也會逐步趨向穩定 因為剛才有說到一些積極去庫存的狀況 再加上的需求也應該會有一點改善 因為之前有很多買家 其實在等最優惠折扣 其實持續等一個較優惠的價格 現在那堆消費者都會看定開始買了 這樣的意思 匯豐就認為吉利 那個新能源車的周期 是會在第二季開始的 因為吉利本身是做傳統車為主的 但其實我們都看到 近一兩年 開始積極看到它佈局在這個新能源車上 去年就有很多新消息出 都是圍繞新能源車這個話題的 那今年第二季 它那個新電動車的周期 就應該會正式展開 那陸續就會推出極黑X 還有Galaxy PHEV L7 L6 這些車型 很多款的 再加積極去擴大這個分銷渠道 以及一個持續的新品發佈 以及今次車展的助力 可能靠這個車展 最後會多很多訂單都未定 諸如此類的因素 就可以幫助吉利第二季 以及下半年整體的一個 銷量的回升 從而可以再去推高股價的走勢 另外其實 匯豐就有去研究 吉利之前發佈過的一些業績 例如去年 其實純利是高過預期5%的 但是匯豐就指出一件事 我們要留意 他的5%的超過預期是哪裡來的 因為其實主要是歸功於一次性的投資收益 既然是一次性 即是未必可以將那個理好的因素 帶到去未來 以後未必有這些一次性的投資收益的話 不知道順利可不可以達到有這麼高 加上毛利率方面 其實今年未必吉利會表現得很好 為甚麼呢 因為吉利真的開始大規模投入 在這個新能源車 可能電動車是一個大勢所趨 以後可能會帶來很多利潤都未定 但是在前期投入上 一定是會有很大筆的支出 而且你要回本 或者要收回回效率是需時 所以當這個新能源車 仍是一個前期投入的時候 就有機會毛利率 會因為在電動車上 新能源車上的投入已攤薄了 所以估計有機會是一個 未及預期的毛利率表現 所以其實匯豐就調低了 吉利甘明兩年的順利預測 大概5%到7%了 另外就因為公司著力 去開拓這個電動車的組合 剛才說到這些業務的開拓 會加大前期的投資 所以由於認為它的毛利率 都會持續成壓的關係 其實連目標價都會下跌 大家都是可以參考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明天再見 快點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